吃飯的時間到了 聽說有一間是米其林必米燈所推薦的烤肉飯 這條裡面叫做李德傑 叫做忠孝路 我過去看到 陳明童烤肉飯 聽說門口這條紅包一掛起 最初以後生理就不一樣了 11點完就開始在排隊了 現在11點完就排到很多人 每個都不知道犯過幾道 白鍋飯跟烤肉飯一定會選 如果選便當還有幾道菜可以選其中三道菜 看起來也有做大菜在賣 正點在1968年有了 但明通全新所創辦 不管是要外帶還是內用 先在這裡算錢 這個 二桌 這桌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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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桌特洋 腳骨 白骨 飯 飯 肉 一桌腳骨飯 一桌白骨飯 白菜肉 這邊有在入口 有在外面 有在外面 那聲音 這咧 咧 咧 這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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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廠好吃的,原廠喔,好啦,沒來一條,來一個 因為來母的空間有比較小,這些人在模擬的都是準備作為外帶 店裡有跟你介紹,他們的酵粿湯很好吃 總是酵粿大雞把他煮過後,帶下去慢慢烤 烤出來的酵粿湯吃下去,雖然會烤,但是很快就有回甘 所以說吃過的人都熬肉 第二代的老闆是丹麟湯的女兒,但熟悉如此 但是大家都不可以吃吃,而且又大水暗,喝不出到底是對主意 他們的酵粿湯聽說是用頭座的公子來酵肉 是用頭座的公子,除了可以保溫 那麽可以輸在裡面的食材,可以便宜燒一下 而且他們的豬肉是用頭座現代的溫體豬 所以他們要用到一大堆沒必要的香料 好像用甘蔗來控制天然的甜味 而且把他放在鳳梨裡,這樣肉才不會燒焦 另外就是米的酸到,使用到三粒米 你的白骨飯,這個白骨飯非常好吃 你面前有什麼特別的愛 不知道,這麼多人,這麼多人,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,這麼多人,這麼多人 啊?那是什麼? 很密集的空間 唉唷,太多人喔 如果我吃飯時間,這麼多人 這是煎河發蛋,那不是叫滷鴨蛋嗎? 蛤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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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做這些人不怕人家吃 所以這些菜都是一定要做的 這些配菜都做到很好 配菜喔? 排骨的本身 怎麼回事啊? 確定你烤肉還可以吃 有料餘餅 現場餅乾 用餅乾 有料餅乾 還有餅乾 Guru 這是燻肉 這條餅乾 這燻肉還可以像不一樣 你看這燻和燻煎 這是燻得很炸熟 好 口味等公開也比較有的食 你這個要怎樣? 米色等 有茶 有茶魚 還有洋蔥 當然,還有洋蔥 嗯 美飯醬 嗯 我看這個太多人,實在是很無形 經常外面放一台Uber的車 這樣是要來的,我會送你